早上11点,中国女排北长城被委以中任,新身份曝光,恭喜蔡兵叛道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中国女排目前已经抵达保加利亚开始备战28号的比赛 对中国女排来说,其实接下来到底能够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呢 也备受很多球迷的关注 毕竟我们也知道中国女排目前作为2022年来参加的首次四联赛的话 能否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也将关乎到我们的球迷能否恢复对中国女排的信息 另外一方面也关乎到我们中国女排能否以一个好的状态跟世纪来参加下半年的世锦赛极加周杯 所以可以说目前来看的很多球迷自然也是翘首以盼 希望中国女排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前面两周比赛当中呢 中国女排取得的成绩呢不算是特别的好 那么我们看到在前面两周呢 我们只能够拿到七分榜的第六名而已 这个成绩啊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前三的球队来说呢 确实是不太契合的 所以说实话那么在经历了两周这样的成绩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中国女排的这边的球迷也比较担心说 我们的球员呢在此时此刻可能会因此呢受到一些影响 甚至包括状态跟世纪呢估计都会因此呢有些低落 所以说实话对我们中国女排而言呢 接下来的话能否有一个好的世纪跟信心去面对后续的一个比赛呢 确确实实也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还好就在最近的上午11点我们看到呢 在中国女排整体的一些状态 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就下了 我们中国女排的北长城严利呢在退役之后呢 也是正式摊牌发声 在社交平台当中除了说用了一个新的身份之后呢 他所说的一番话呢也让人肃然起劲 对于中国女排这些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就在最近早上我们看到呢严利啊在他的社交平台当中呢也化身成为了 奥林匹克日的一个推广大使在这一次奥林匹克日到来之时的话 他也在社交平台当中呢发表了一篇长话 这篇长话大概的意思呢主旨就是说呢 作为一个运动健儿呢应该时时刻刻要技术自己的个任务 和荣耀要技术呢为国争光争取获得更好的成绩 那么我们看到从 所以啊从严利这番话当中其实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他作为退役的一个球员之后呢 其实也是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用自己的影响力呢为排球为体育事业去做出一份力 另外一方面啊其实啊严利作为我们中国女排的北长城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副公手的话 那么他在此时此刻呢去说出这番话对于我们中国女排的年轻队员而言呢 也是一个莫大的激励 那么只要其实啊我们这些年轻球员呢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 记住要为国争光的这样那个出发点的话那么想必大家呢会拼到最后一刻 而只要大家的状态调整过来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奋斗志向的话 那么我们在第3周的比赛呢是有希望能够打出更好的状态打出更好的一个成绩的 所以可以说啊在此时此刻我觉得呢严利所说的这番话呢是对于我们中国女排是有一个激励的作用了 对于教练 而且蔡斌而言呢也是判到了这么一个好的消息 那么在看到我们在已经退役的一些老队员能够站出来说话能够有一些 身份继续为体育事业去做贡献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可喜的一个事情 而且呢他所说的这番话对于我们中国女排也起到一个激励的作用 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值得的去高兴的事情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希望后续啊严利能够继续参与到这一个 体育事业甚至是中国女排的相关事业当中 我们也期待中国女排能够借着严利的这番鼓励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呢 取得更好的成绩 状态呢一定要提升上来 一定呢要记得自己呢为什么到这里为什么而出发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